第三章 严重伤害 我只花了十分钟的时间 便已奔到了草田芳子所住的旅馆前 只见停着救伤车和警车 门口还围了一大群人在看热闹 我像发了疯一样地用手肘撞开围成一团的人 向里面冲了进去 我冲到了旅馆门口 只见里面抬出了一副担架来 我一看到跟在担架旁边的那个滑雪教练 我的雪便凝住了 同时 我听得两个警官在交谈 一个说 他竟以玻璃丝袜上吊 另一个道 幸好发现得早 我呆若木鸡 不问可知 被放在担架之上 正是不到半小时前 还和我在一起 美丽 柔顺的草田芳子了 听来他自杀未曾成功 我才松了一口气 那时我确切地相信 见到了蓝色的雪叶 人便会心自杀之念 蓝色的雪叶和自杀之间有着联系 这事情真太过玄妙了 我看着担架抬上了旧商车 又听到无数记者 在向滑雪教练发着问题 教练显然也受了极大的打击 无论记者问什么 他都一声不出 我一直站立着不动 直到看热闹的人 渐渐散去 我才转过身 向外走去 雪仍在纷纷扬扬地下着 一切和一小时之前 似乎并没有什么分别 但是一个可爱的女郎 却莫名其妙地想到了自杀 自然 她的运动选手生涯也完结了 当然 莫名其妙只是对他人而言 对我来说 并不是完全莫名其妙的 我已经料到 当草田芳子看到了 有一个人所流血是蓝色的时候 她心中便可能会生出自杀的念头来的 像早年的我和林伟一样 所以 我在旅馆门前 已经劝她找人作伴了 然而 我却没有法子弄得明白 可以一个人会有蓝色的血液 而见到她的人 都会生出自杀的念头 而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是一个无法解答的谜 我脑中一片混沌 我只觉得我已经落入了一件 不属于科学范围 而属于玄学的怪事之中了 我的脚步异常沉重 在我将到藤夫人的旅店之际 变更深了 雪人未止 路上更是近到了极点 而一当我停止了思索这件事之际 我便立即感到一股莫名其妙的京剧 那种京剧 像是你在明处 而有着许多恶狼 在暗处窥似着你一样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停了下来 我要先镇定我的心神 才可以使我继续向前走去 我绝不是胆小的人 然而 这时心中的恐惧 确实莫名其妙的 而且 事实上 我的四周围十分寂静 什么异样的事也没有 其实 如果真有什么变故的话 我相信我也可以应付得了 我相信你会继续向前走 我相信你会继续向前走 我相信你会继续向前走